现在正是圣诞和新年的节庆期间 很多民众都开始用灯饰装扮房子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温馨提醒民众 请注意安全用电防止火灾 美国每年平均有200起 设计圣诞树的居家火灾 而圣诞树周围的物品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四分之一的圣诞树火灾是被热源点燃的 像是空间加热器 蜡烛 或者是壁炉与束靠的太近 所以南加州电力公司提醒大家 要做好预防措施 首先树木应该始终保持距离热源 至少三英尺远的距离 燃烧的蜡烛永远都不要放在易燃品的附近 因为干枯的树木有火灾危险 所以每天都要给塑胶水 而人造树木应该是耐火的 您不应该用破损的灯饰电线 或者是破碎的灯泡来装饰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者火灾 在选购节日电子产品的时候 要遵循制造商 关于连接灯饰电线的树木的说明 并且必须使用美国保险商实验室 UL等安全机构认证的灯锯或者是电线 更重要的是 LED灯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因为它们不仅产生了更少的热量 更加安全 而且还更有效率 因为它们的使用寿命 比白支灯长达20倍 在户外装饰时 应该总是远离电线 灯锯或者装饰 绝不能安装在电线或者电线杆上 装饰者应该使用自己和梯子 以及杆子等设备保持与电线杆 至少10英尺元的距离 而且在梯子的选用上 应该选择木头或者是玻璃纤维材质的 因为金属梯子会导电 除此之外 南加州电力公司还提醒大家 最好使用无烟的蜡烛 因为燃烧的蜡烛会带来消防隐患 刮灯的时候 应该使用塑料的拉链绳 不要使用钉树钉 大头钉或者钉子 也不要将电线放在缝隙之中 比如夹在窗户中 也不要让阳光直接照射在地毯 窗帘或者其他易燃物品上 如果您不在家或者睡觉时 也请一定要把装饰的灯源关掉 电力公司表示 虽然电力创造了美好的假日展示 但同时也希望每个家庭 尽可能安全地使用和安装灯具 这样才能安心地享受节日氛围 中天频道这里报道